虚拟科技再进化 站在这台台湾科技业者 开发的虚拟试衣机台前 试穿衣服不必非得穿穿脱脱 这么麻烦了 只要挥挥手 点选想要试穿的款式 就可以在荧幕上 看到衣服的影像叠在自己身上 显示出穿搭效果 我可以在一个定点 我就可以看到 所有当季最流行的衣服 那我可以马上就穿 我点一下就穿 一秒就换穿一件衣服 那你可以真的 找到你想要的衣服以后 你在拿着那件衣服去 真的试衣件里面 去穿它的质感 虚拟试衣利用扩增实境技术 也就是把虚拟的情境 套用在现实世界 业者再结合体感操控 让人可以和虚拟的衣服 配件互动 试穿走向虚拟化 虽然无法取代 衣服实际的贴身质感 但是方便又省时 更多了趣味 先前有百货公司 导入虚拟试衣机台试用 成功吸引人潮 年轻族群纷纷拍照上网分享 等于替专柜品牌宣传 妈妈族群更阿萨里 适用后直接消费 妈妈会特别喜欢用这样的产品 因为她可能 以前都不敢进到年轻人的衣服 透过这种玩的方式 她就会去看她穿 年轻人的衣服是怎样 那所以我们那时候 有工作人员 然后有做问卷 他们甚至都会问我们的人员说 这件衣服在哪个贵位 有了民众适用的好评 业者印证了自己的眼光正确 带领这个研发团队的总经理 黄仁安表示 当初就是看好扩增实境的前景 才决定离开原本工作的科技大厂 自立门户拼创业 每个人脑袋都想过的事情 可是没有人可以把它完成 那我们很高兴我们经过这三年努力 有看到初步的成果 我们做到的是全3D的 那再来是我们是一个 可以商业化的虚拟实义 公司成立三年 规模维持在10人左右 直到最近才回收成本 黄仁安透露 因为有股东资助 资金不成问题 不过背负着所有人 对这项产品的期望 压力并不小 我是对所有的员工股东负责 对那你等于背负着他们 所有经常你要扛的 就是他们的未来 所以每个成员进到这边来 他一定是有对这公司有什么期待 对所以我们大家就会团结 把这个目标要完成 而研发虚拟十一三年来 运算技术总算有突破 现在每一套衣服的资料建置 跟得上时尚业推陈出新的速度 使得他们在全球同业里率先商业化 包括意大利台湾都有时尚品牌 想来谈合作 不过他们选择布局幅员广大的中国大陆 他们的服务员够大 点赞的够远 通常我们做一个品牌 它可能会扩及到非常多的省份 所以对我们现在的小公司来讲 它是一个最有效益的市场 中国大陆有各式的体型的人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收集到非常足够的一些资讯 来帮助我们的产品做改进 不过大陆各行各业都吹起山寨风 因应知道也不可少 核心研发还是在台湾 可是整个的运算过程 它是回馈到台湾来做后处理 然后再传回到大陆去 所以其实在大陆那边 他们是没办法掌握到我们的软体技术 新产品永远不怕竞争者 因为行销其实是很大的投入资源 如果有更多人 其实这个市场推广的会越快 那接下来就大家来比谁的产品优越 所以严格讲我们反而希望更多竞争者进来 黄仁安表示 他的团队走在趋势前端 拥有定义产品规格 价格和功能等先行者的优势 不怕竞争和模仿 他也期待以不断的创新和研发 持续改进虚拟示意的服务 让这个全新的行销管道 改变未来你我的购物体验 中央设计者肖柏阳 网仪文台北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